大家好,我們是第五組,這是我們第三季口的報告 我們的故事名稱是美國汽車的銷售量 我們組員有林荒平、尤中吳、張典秀寡視報告員尤中吳 我們知道是不是吳文斌副教授 故事大綱,明律分布圖顯示出1975年及1990年美國汽車的重量與汽車、軟車、進行車的銷售量 學生們想要做出一個圖形顯示出1990年及1975年汽車、軟車及進行車重量的最少組 這是我們的變數1975年汽車的銷售量,不管在任何放租皆大於軟車的銷售量 這是我們,這是1975年汽車的銷售 然後這是軟車的銷售組,提前就少於汽車 這是卡提供的另外一個數據,1990年的銷售量 我們可以發現它有4000磅以前,汽車的銷售量皆大於卡車 可是4000磅以後,卡車的銷售量大於汽車 這是它的銷售組,這是汽車的銷售組 然後這是卡車的銷售組 這是我們的新數據,是美國08年及09年每個月的汽車銷售量 藉由每年的銷售量及不同年份來相比較 根據銷售組,可以發現每個月份的汽車銷售量不同 通知反映出景氣的波動,這是它的出息 這是08年及09年每月的銷售量 這是08年的上附,因為08年 下半年後因為金融喊銷售的關係 所以導致汽車銷售量大量Rage 09年下半年 景氣減升銷售量的提升 我們這次在DAS後的故事中發現 車身重量在4000磅以下 是轎車較好賣出,而4000磅以上是以卡車為主 另外我們新發現的數據本發現 08年因為金融喊銷售影響,連帶影響到汽車銷售市場 銷售量明顯的下滑 09年8月以後,海星還漸漸回程 從這三次的報告中,我們從 只會看資訊的表面到位置用它來分析資料 進而做出族行 雖然我們三次的報告換了三次的資金 每次都要重新開資金 讓我們也因為這樣一次次的過程越來越磋心 R系統與統計根本求恩 我們報告到三線 我們不喜歡這次的報告 大家可以看看